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18号就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研讨会 学者专家分析了他们对台湾选民情绪、候选人民调和竞选策略的观察 以及选举对台湾政情、2016年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博瑞哲说 这次选举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选举 由于候选人和马英九总统没有直接关系 议题也不是三月太阳花学运诉求的对象 因此选举结果难以做过多的解读 不过对美国和中国来说 他们对这个选举都有各自关注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做他已经开始在做的事 那就是对他认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划定一些界限 或许这些界限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执政党 不过他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政策 无论是谁执政 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几个月来做的一些事就是在划定界限 美国的直接反应是要加强与在选举中兴起的政党的沟通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 对中国而言这次选举结束后才是紧张的开始 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胜负表现将影响到 他们对2016年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布局 而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民进党重返执政 2016年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 正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 他们强烈担忧民进党重返执政 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要从12月1号才会开始 此外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永福 以及布鲁金斯学院访问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敏华都认为 台北市和台中市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选举结果将影响到台湾政治板块的移动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主管台湾事务官员 康胜如也到场听取了讨论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讨论 我认为对美国一些和我一样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他们会想要听这些关于台湾民主的细节 其微妙之处和民主的活力 无论他们是政府国会人士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9号举行投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玉港的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